这次就给了两条色 而且讲到这两条色 它们的common word 都是alpha和beta 就是alpha和beta就是这两条色的解释 所以我们这次要找P和Q 就全部出现在这一条方程2里 如是者我们就直接可以把这些alpha和beta 扔到这个X里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子 第一条就扔个alpha进去 就变成alpha的六次方-pα的二次方加Q 这些东西等于0 第二条就扔个beta进去 beta的六次方-pβ二次方 然后加Q这些东西等于0 接着下一步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要看看alpha可不可以等于beta 发觉是不行的,为什么呢? 如果alpha等于beta,那就是重根 重根的定义呢? 除非这一块是一个完全的平方数 简单来说,又或者你可以理解为 Determinant这块需要等于0 才会重根的 你扔个数字下去就发觉 是不行的 既然是这样,alpha不会等于beta alpha不会等于beta的情况呢? 那我们就需要做少许代数的运算 那如果我们把这两条方程都massage一下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得出p和q等于什么了? 那搞定之后呢? 那我们就会有p等于一块这样的东西 alpha的四次方 加alpha乘以beta的二次方 又加回beta的四次方 那然后q这个东西呢? 就等于 alpha乘以beta的二次方 嗯,那你会发觉这个样子呢? 就非常之相似我们之前 都玩过用伟达定理得出来的某些结果 那然后再massage一下一下 那所以呢,有见及此呢? 那我们今次就又来做一次了 我们今次就要拿回这条方程一来做参考了 首先,alpha、beta是这条二次方程的两个根 那所以我们会有两根哦 两根哦 两根哦 就等于这个 三 两根继呢 就等于一哦 那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找 alpha的平方 再加beta的平方 那这块呢 就等于 alpha加beta 的平方 减2alpha beta 那你待在数字内呢 就会计算到这块等于7的 然后 再下一步呢 就是alpha的四次方 加beta的四次方 那你见到呢 这块已经马上出来了 刚刚上次那一步 那然后我们就要找 蓝色画着的alpha 4次方加beta 4次方 那这块呢 就等于 上一步得到的结果 alpha的平方加beta的平方 这一块的再平方 减2 乘以alpha beta 整个亿的平方 那你又是这样 把所有数字都放进去呢 今次就会 算到等于 47的 那所以 我们 搞定了这些东西之后呢 再全部 都放进去 p 和q呢 那我们就会有 以下的答案 那 p 这块就等于 47 再加alpha beta 就是1 的平方 那就是1 所以加上呢 就等于48 47加1 最终是48 然后 q呢 这块呢 就简单啦 这个1的平方 那就是1 然后这块呢 我直接告诉你 就等于7 那p等于48 q等于7